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来看看这一对 可能是被誉为2023年度 性价比最高和最美的球鞋之一 就是这对Luca E 在开始这条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也可以like、share、subscribe和channel 事不宜前 马上来看看这一对鞋 好 一开始就先看看这一对Luca E的鞋底 其实第一眼看上去就和之前Luca E是非常相似 都是同样地在一个multi-directional Traction pattern同样地也是用了translucing rubber 所以其实整体的抓地力来说 和上一代是差不多的 都是很相似的 但问题也都一样 就是这一对鞋都未必那么适合去打室外 因为始终那个harmon比较幼 同时也是透明胶 很容易摄到沙射进去 而且这个透明胶是很快会磨蝎的 但整体抓地来说 其实无论是前后左右 做一些移动的动作 这一对鞋的抓地力都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抓地 今次这一对Luca E的Cushion 和上一次Luca E都是大同小鱼 上次Luca E就是用了FORMULA 23 再加Cushlon 3.0 而今次它是FORMULA 23加Cushlon 3.0 而外面在四围用了一个injected的FORMULA 所以整体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当你踩上去的时候 是挺有Cushion的感觉 但你又不会感觉到它有一种很有Cushion的感觉 但当一跳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回弹性 但同样地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始终它是一个比较有Cushion的鞋 所以在这个避震能力方面都是比较差的 而这一对鞋有一个挺特别的地方就是 因为它鞋的内质是用了Cushlon 3.0 所以在用一些前掌或者前掌内质去做一些跳动的时候 反而那个回弹性是更加好 所以其实这一对鞋我觉得在这个回弹性方面是真的不差 就是很适合一些去持续去做爆发的球员 或者一些机动性很高的球员 但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就是 避震方面就真的有点不足 虽然这个中底和去年Luca 1是非常相似的 但这一对鞋的另一个特大特色就是在于 它这次的鞋展是用上了这个叫Dream Cell的鞋展 按下去的时候其实已经立即感觉到分别就是这个鞋展 相对来说是比较一种Scooshy的感觉 还有踩下去是有feel 就是有一种Extra加了一个Cushion的感觉 所以整个鞋踩下去的时候 那个instant comfort 其实已经非常之好 现在一看下去其实已经立即感觉到 其实这一对Luca 2在这个叫Isoplate方面 是加大了的 就是对比Luca 1 其实它的Isoplate只是在这个中底一大块 但这次不同了的地方就是 它整个Isoplate延伸了上去上面 就是鞋面的位置 已经提供了一个更加好的Support 尤其是前掌的一个支撑力 就是无论是我前面去做一些叫做咬柴的动作 也都很support到 所以对于一些做欧洲步 或者经常会做一些step back的球员 其实这一对鞋它的前掌support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同样的问题也是 Nike近几个series里面 其实都是很喜欢一种前掌比较阔 而相对来说脚端比较窄的设计 更推出的freak 那些其实都有类似感的感觉 如果是当整个脚这样咬下去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一种不很稳的感觉 但是如果只是用前掌去咬的话 其实就真的很supportive 而这一对鞋呢 因为今次的ISOPLATE大了这么多 所以其实它整对鞋的fit 相对来说比较窄了一点 如果大家是一些阔脚的球员的话 其实有机会就真的要买大半个马 但是如果你是正常普通脚的话 其实买回Trulu size也是没问题的 除了刚才所说的ISOPLATE 这个增大了之后 其实今次整对LUKA2是比LUKA1是supportive了很多的 就是你感觉到LUKA1相对来说是比较像一些后卫的鞋 但是今次去到LUKA2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其实无论是小前锋 或者大前锋 其实都有机会是可以穿到这一对鞋 原因正正是在于因为它今次 无论是前掌的一个support 还有它脚端方面 其实它今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TPU的heel counter 直接是大过之前KD14、KD15那种鞋 所以一穿下去的时候 其实是感觉到你整个脚真的很锁实 而且在这个鞋舌方面 对比之前LUKA1厚了非常多 所以一绑实了鞋带之后 脚没有一种很硬实的感觉 反而是一种被包覆的感觉 所以这一点也是这一对鞋非常值得赞的地方 还有因为今次这一对鞋是用了一个厚的鞋舌 而且今次这个鞋带洞 它不是以前那些 只是用一个环去勾住鞋带 而是用一块皮去勾住鞋带 所以当一绑的时候就变成两边一起夹了脚 就有一个非常好的LUKA1 最后就看一看这对鞋的样子 其实整对鞋 我觉得今次对比LUKA1已经非常不同 虽然刚才一直都说 其实这对鞋跟LUKA1是非常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引进而弱 你又觉得它又好像没有LUKA1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这对鞋 今次整对鞋的副技感重了很多 因为之前LUKA1是相对来说好像很流线型的 今次就有一种漏爆了 但是你说是否没那么好看呢 我觉得不是 因为反而今次的鞋有点点 JORDAN的一种感觉 好像是Restbrook 或者JORDAN一些很早期的鞋那种feel 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鞋真的挺帅的 不是开玩笑 刚刚发现了这鞋就是899 那你问我 其实如果是以899这个价钱 这一对鞋 我觉得是真的性价比算高 因为无论是之前的FREAK 或者JAL MORAN那对第一代 其实都是899这个range 今次我觉得是挺有诚意的 虽然说今次这一对鞋是漏爆了 但是整对鞋是有一种很double layer的感觉 就是无论是最基本的网布 还有它后皮有些叫做假皮在上面 令到整对鞋是相对来说高级了很多的 但是取代回问题就是 这一对鞋就不是很透气了 所以真的不是那么适合 拿它去街场穿 反而是更加适合是in-door 如果大家本身打算买一对 穿室内的鞋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整体来说 其实今次这一对LUKA2 无论在外形方面 其实真的跟LUKA1 是有非常大的分别的 但是整体上面的设计 其实跟LUKA1都非常相似 所以如果大家很喜欢LUKA1的 Traction 很喜欢LUKA1的Question 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如果大家相对来说 如果我不是很喜欢它 没有那么透气 或者特别太过包脚的话 那可能大家这一点 就可以去留意一下 但是最重要 都是要跟实体的试一试 因为今次这一对鞋 整体鞋面的物料 厚了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会令它没那么容易break in 以前很喜欢是会 可能本身买得很扎脚 然后慢慢慢慢穿松 但今次这一对LUKA2 相对来说 break in的时间 就会比以前 或者普通的鞋 会长多一点 这点大家就留意了 其实暂时来说 这对LUKA2 是有五个损失的 你问我 这其实未必是一只最漂亮的损失 但始终这对鞋 都是暂时来说 香港唯一有的颜色 就是这对LUKA2 如果大家想等下 其实都可以等下其他损失 例如说 那对鱼鹤鹿的损失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型格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等其他损失的话 就可以等下 最主要今天都是因为Captain病了 所以才交由Ali 去顶上的 近期的流感都非常之厉害 所以希望大家都是小心身体 祝福大家的所有我们 要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点赞 订阅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集见 拜拜